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鸡们没有放你的抓索和牵牵得奖 天啊 我们就要去抓鸡了 小鸡们 你们可要小心啦 小鸡们 想自由的生活 谁要是欺负我们的朋友 谁 看谁敢 他 我们就告诉他 我们是小鸡 小鸡不扣肉 小鸡们好厉害 快快快 演出开始了 快点快点 真奇怪 导航显示 人类始祖化石就在这个位置啦 怎么找不到呢 小鸡丁 一个人呢 找什么呢 霍树狼 想逃 追 这回你跑不掉啦 别跑 这两个坏蛋真讨厌啦 今天掉下去了 鬼呀 你们好啊 一只大鸟 什么大鸟 我的名字叫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我可是火影国智商最高的 火烈角 火影国 像是已久的远古王国 你们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一定是上天送给我当奴隶的 奴隶 我不要 不要 算了 我们高智商的人都比较民主 给你们一次机会 那你们就互相比智慧 输的一方 就留下来做奴隶 等等 我有一个最佳人选提供 我旁边这个胖胖的 你看行不行啊 保证智商低 蛇 手高高 你出卖我 够了够了 停下 必须要比赛 三局两胜 输的一方 就要留下来做奴隶 现在有我来为你们表演一个魔术 然后会有一个问题 答对者就是上利者 你们看好了 别眨眼哦 我把一个硬币和一个透明的杯子 放在一张白纸上 这是一块普通的纸巾 我把它盖在杯子上 再把杯子盖在硬币上 整个过程我都没接受过硬币对吗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你看硬币不见了 好了 现在大家猜下硬币在哪儿吧 这个嘛 我知道了 一定是被你吃掉了 不对不对 知道了 被外星人带走了 还是不对 那到哪儿去了 真是两个笨蛋 就让我来为大家揭开谜币吧 你们看 硬币怎么又回来了 其实啊 谜币很简单 让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首先准备两张白纸 按背口的大小从第一张纸剪出一个圆 用胶水把它粘在背口 因为是白纸 所以只要平放着就看不出破绽 之后的表演就只是幌子了 其实硬币只是被粘在背口的纸盖住看不见而已 完全正确 这一局基地获胜 你们看就是这里了 刚才是基地赢了 所以这一局黄鼠狼要加油咯 这次我们一定能抗 毕胜 毕胜 好了 这次的问题是 前面有两个一样大的山洞 我要你们把山洞填满 不管有任何的方法 开始 小基地 这一轮比的可是力气 你比不过我们的 我是不会输给你们两个坏蛋的 胖乎乎 赶紧干活 小基地 你要成为奴隶鸡了 两个笨蛋 就知道用蛮力 其实很多问题 只需要动动脑子就解决了 我还是先玩会儿游戏去咯 快点 快点 累死了 快点 再快点 让跑步步 累啊 好累啊 小哥哥 你说这次咱们能赢吗 那还用说吗 这次咱们赢定了 鸡丁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有咱们两个人 办的东西多呀 不过还是得提防这点鸡丁 咱们先看看 他到底办了多少了 鸡丁去哪儿了 小哥哥 快看 鸡丁不干活 你出来的妈哟 好活活 你管他干什么 待会儿他就变成奴隶了 我们要求验收 先看看鸡丁的山洞 好吧 一起去验收吧 鸡丁 动力可是什么都没有啊 爱因斯坦大人 这边请 这边请 慢着 你们看 哇 鸡丁又光明装满了整个山洞 好 很好 我们的山洞啊 不仅有光明 还有石头 沙子 柴草 两位请慢慢欣赏吧 不错 真不错 好 快走啊 笨蛋 快去找点石头 把洞口封住 快点快点 别让它们跑出来了 成功了 什么味儿啊 像是红了 啊 成火啦 好 真啊 倒不急了 好呼呼 打开山洞 我们准备吃烧鸡啦 好嘞 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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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 倒开了 美味的烧鸡 前进 美味的烧鸡 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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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鸡呢 烧鸡是哪儿呢 烧鸡呢 瘦高高 难道 鸡鸡和火烈鸟被烧成灰了 怎么回事啊 谁把灯关了 笨蛋 洞口被人堵住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谁啊 黄雪狼 不想到 我们能从山洞逃出来吧 我要惩罚你们 不要 放心 水来了 水 快来 想给我们洗澡吗 好烫好烫啊 我的脚 好烫好烫 烫死了 地上怎么这么烫啊 黄雪狼 你们搬进洞里的石头都是石灰石 请看 我来给你们上一小段化学课吧 我们知道生石灰石是一种石头 可当生石灰遇到水时就会放出大量的热 而你们黄雪狼脚下踩的正是生石灰 原来如此啊 原来如此啊 两个笨蛋自作自受了吧 还想吃烤鸡 我看是真黄雪狼吧 救命啊 救命啊 我要变成料理了 你们给我认真的干 有一点差池 我就给你们好看 不认真的 安因斯坦 谢谢你送给我的人类石头发石 再见 再见小鸡丁 那我们怎么办呢 继续干活 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鸡料理啊 快快站起望远景 看着可别眨眼睛 特技就轰隆隆加马力 做世界冒险的party 爱冒险的伙伴们来happy 我会手梦里抓住一道霹雳 不管是在下围仪或南京 我在那那里就有冒险party 是不行 多可险境 一起踩着雨都在火山滑壁 悄悄地靠近你 别想跑我一定要抓到你 听起声别再犹豫 在大潮越上驾驶着荒炸鸡 睁开眼这是哪里 正呆在鲸鱼独自尼 谁来参加冒险的party 品尝来叫冰淇淋 不管高山还是在海底 有我就有冒险的party